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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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幾位七天 給你拔天群 不驚託 不驚託 我們來感受死命的託 我們來感受死命的託 我們上輪的腳步在走 任何的任務就是三個字 一定要 上輪他的慈悲 他對全球的災民 他都很不捨 我看到沒看到 我們都盡量要快的 我們實際就是這樣 不可思議 很感動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變成台灣新年月》 我是大清 我是美蘭 我們自己很開心 我們剛才看到的小片頭 裡面看到很多小孩 還有這個高校的高校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一個是我們大愛台的同仁 另外一個是我們檢醫屋 跟檢醫教室的志工 我們在這個組建團隊 研發團隊裡面 我們請到他 我們也很榮幸 我們歡迎張士文師兄 還有我們大愛台的編導 跟警惠師姐 兩位同仁好 全球觀眾大家好 我們其實有研究這個檢醫教室進行 我們是很多學都在研究檢醫屋 我想說 就這一個 好像我們這個精神層面 請這個詩文師兄 跟我們說一下 是怎樣我們會去想到 說要來研究檢醫屋和檢醫教室 因為檢醫屋就是我們在海校的時候 尚人很不捨看到說災難拼搭 所以我們在海地的時候 就看到說 他們都是 或是NGO的團隊都住這帳門 如果要留一個河 他們就要割水了 所以尚人就跟我們的門員會 我們的主務主 說我們是不是 我們可以來研發一個組合屋 讓財民可以有一個安生之處 所以這個研發的一個重點就是 要帳篷的那個檢疫方便 因為帳篷在裡面 它夏天的時候高溫可能是五六十度 對 金融 還有頭部的膽 所以高溫 高溫的那個 我們的帳篷屋 如果我們檢疫教室 上門當時就是 辭職我們一定地板要墊高 我們就看到帳篷的頭部的膽 所以我們如果頭部的隔離 就去 孩子要說我們進去家裡 就乾燥 第一就是要有通風 檢疫屋要有通風 第二就是組裝方便 因為最重要的是 檢疫屋的個性就是 財民都沒有土地 他沒有土地 他不可能蓋一個永久屋在哪裡 他可能這個檢疫屋 可能會搬來搬去 現在政府說 要搬這個土地給我們用 還是說 政府找不到土地 我們的財民也是 就地他就有大漲盆 我們也可以說 我們的檢疫屋 他可以就地板 可以搬去大 如果可以搬錢 他可以移開 還有一個就是 他很快地可以組裝 他自己也讓餐裡 可以組裝他的家園 這是我們統統設計潮的方向 是這個方面 其實這個過程 我們知道說 好像不只一兩代 還有20代 對 對 我想說這個 我們今天邀請到警惠 對 最近的一起好像 您到台中 也看師伯他們組裝的過程 對對對 這次運去這個 菲律賓救災的檢疫教室 好像是從台中開始籌備的期間 我們警惠就去了 師傅跟我們分享一下說 這個 大家在研發的時候 看到這個志工的聲音 因為研發的時候 師傅是在花蓮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做研發 然後最主要是台中 他們是製作加工這個動作 那這個加工 可能跟星巴威隊一樣 師傅有跟我們講說 星巴威隊主要是就 幾間 六間 十間去 十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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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們這一區就是 好幾百間 190間 190間 到菲律賓190間 就是 在台中最主要是 就有大量的加工 所以去到那邊 就是 除了看到師傅的身影之外 就是台中團隊 跟別人的師兄師傑 還有師傑的身影 他們是大量的就是一起打洞 然後一起焊接 對 在那現場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整個台中團隊 他們非常核心核氣的一個畫面 一百九十棟的計較 是 師傅你幫我解釋一下 做十斤到一百九十斤 最重要的困難 因為十斤當初的時候 是因為我們法人加工 因為數量少 所以我們在加工 它的孔洞 我們自己會注意 一百九十斤的時候 必須很多的志工要來參與 是 吃多人的時候 你就知道我們的志工 都是大家要來跟福田 輪流輪流來輪 一天兩天都多人 所以在這個方面 它的孔洞 不是一個人去福田 比較會有造格 所以我們才在那裡 台中的師兄 就做一個模型 固定的狀孔位置 這樣再鑽 它就比較不會跑 這就是我們大量生產的 生產線 SOP標準化 製作的流程 對 就是這樣做 所以今天我們 我們福利賓 我們獨一獨一獨 我們在組裝 就一定很順利 那我想說 透過一段影片 我們來看 當初是我們在台中 是我們這個籌備 準備的過程 這是磁濟所研發的各式檢疫物 歷經幾代變革 只有一個原因 舊災 上面一直講說 也看到那個災民 在海地 或是在哪個國家 都睡在那個下雨天的那個 沿岸地上 都是雨水在那裡 整個帳篷裡面都有水 所以我們是 從那時候開始 在研發當中的房子 都有變高 磁濟的技術 可以做出更大更舒適的設計 但舊災的重點 細節考慮的是 是結構 重量 運輸 通風 使用年限 研發過程裡面 其實都一直在秉持著商人當初 這樣的一個告訴我們 一句話 我們要給災民的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 也要能夠住進去的 拱形設計 是這一次送到菲律賓的簡易教室 一間教室 螺絲一千顆 十五個人 兩個小時 組裝完成 這是啞管 簡易教室的結構鋼架 材質防鏽 製造一百六十間 零件超過上碗 必須精準服務 磁濟製工 採用遠端定位控制 每一支架上去裁切 雖然在那邊裁切 一定準 裁切後的牙管 還得打出螺絲孔洞 師傅採取臥室多軸尊孔工法 六台機器同步定位 我們都是跟著商人的腳步在走 任何的任務就是三個字 一定要 教室外牆採用塑膠瓦韧板 組合規格化 我們設計的方式 你每一道青菜的方式都會好 由於螺絲孔已經固定位置 大小相同的外牆板 連上鎖的地方也都精準服務 我們是商人的弟子 商人心裡想說 可以去給災民一些 讓他過度的時候站起來 所以我們替商人說 可以把這些東西準備好 建議教室兩側開窗 直立弧形收納 角度三段式調整 為求通風 氣窗採取自然對流 用顏色做定位 左邊黃 右邊紅 地面藍 前面白 後面綠 所以說我們看災看災 最主要是什麼 要看出災民的需要在哪裡 對的事情做就對了 工程期間見度140% 一個月檢疫教室送往災區 這條路至公難行能行 向日華 因為PV板跟鐵板是不一樣的 鐵板第一它會吸熱 我們鐵板會吸熱 PV板它是中空板 中空板它是有空氣層 可以隔音 第一是隔音 第二是隔熱 所以雖然是薄薄7mm 它裡面的溫度 跟米蓋鐵皮 差很多的溫度 感覺好像冬暖夏涼 對 現在我們又是用灰色的 那個灰色裡面的 它的底外線不會透光 在裡面根本就 那個熱氣的陽光 都不會曬進去 看起來裡面都很陽快 它應該也有人說 PV板是不是防火 其實帳門也沒有防火 你媽就是簡易 但是PV板它可以耐燃 在120度以下都沒有問題 它要燒起來是147度才可以燃燒的 所以我們PV板算起來是安全 又是環保 它本身是環保 無毒 你也在哪裡它也沒有毒 因為它要從石油裡面去提煉 把那個有毒物質 都已經把它去除剩10%以下 所以是沒毒的 師傅其實他們去到那邊 最主要真的是語言的問題 因為去到那邊 第一就是他們 就是講菲律賓話 再來就是英文 對 然後去到那邊 剛開始我們是到新華中學去蓋第一間嘛 很厲害 大家馬上就定位 就定位之後問題就來了 因為該來的工具沒有來 該來的那個 本來應該要對到什麼顏色的 也沒有對準 因為我們本來想說一個貨櫃啊 就是顏色什麼對準好 下貨就比較方便 卸貨就比較方便 可是哪知道去到那邊 他們卸完貨之後 所有的順序都亂掉 哇 就整個一直找啊 然後國營師傅又忙 然後有時候會找不到國營師傅 找不到國營師傅 就等於找不到工具這樣子 所以去到那邊 大家其實除了克服語言的困難之外 就是還有克服工具的問題 我們剛才看到這個影像 也有幾個月之前 對對對 我們去記錄 像說現在已經都紹介了很多部分了 像剛才那個唐安門 其實現在少年老師說 對 又說一個方向來 但是我們說本來是三段式 現在要變成哪 三段式我們就是怕說 學生啊 或是老師走過去會碰到的窗 我們上仙窗的條路 所以我剛才跟警衛在講 我們通膠口小 那個窗子的 那個上推的那個四周 就是我們有那個用橡膠條把它去收邊 有種保護的 對 如果你去碰到 它也不會受傷 這個我們通膠口小 那三間都有這樣做 那如果吐灌就有一個角度 對對對 現在就修的這個壁 那就很爛 很爛 因為我們會裡面回來 這一團我們沒有去就是要改成橫拉窗 上門前幾天也有去看過 好有效率 這團我們沒有去參加 就是為了要把我們研發這個過程修正好 其實師伯雖然說 有這個改建這個金頭 這個設計 現在去現場的時候 其實它一直在盤算 聽說師伯去就拿著計算機一直按一直按 因為當初學的時候 我們有可能這個建立教師 可以留一些給老人 老人沒有人大 可以給老人大 還是說我們那個 託兒章還是小孩要去那裡大 另外一個用途 所以大小要更改 對 當時就是說 可能一間我們會隔成四間 因為一間二十四平左右 我們要隔成四間 要在哪裡隔 先有一些心理的準備 如果真的要隔 我們可以跟火英師兄 準備其他的材料來隔 大概是這樣想 因為我們這個檢驗室現在去那裡 最好的用處就是我們隨地都可以組裝 隨地跟帳篷趕快 這就是帳篷的好處 隨地組裝 我們地板都是草坪 可能也不平 高高低低 如果我們一般在做房子 都是一定要有水平 要去組裝才有辦法 但是我們它的地有 有斜度我們照這樣組裝 這是我們用樓層方便的地方 沒有把它焊死的地方是這樣 雖然樓層比較多 但是在組裝上 隨時在現場很好調整 你樓層放得冷 我就可以組裝 如果你掃樓層的時候 就把它焊死 去那裡要調整 就不容易 都是喬層的機會 對對對 都可以調整 可以調整 這個現場隨時可以 警衛就知道 那樓層都沒有朋友 高低很多 我們也是叫現場的地板 就是把它組裝好了 就很快 如果你說為了要省樓層 可能你骨架要去 你犧牲去點在台灣10種 到現場就可能就不好調整 變成雞骨很重 就能在組裝一下 沒有組裝 沒有組裝 這個是我們現在在組裝 最方便的地方 所以不管地平不平 我們屋子一定是平的 一定是平的 我們來看 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安 我們可以來協助共同 來完成他們家鄉 家鄉的教室 給他們的薪水 可以趕快來 配合託資 來 感謝你們 好 張士問檢疫教室 祖宗團隊的志工 同時也是研發檢疫教室的一員 他引導菲律賓志工 以及以公代正的鄉親 了解為什麼要蓋檢疫教室後隨即上工 加油 一開始都是我們自己在做 自己在做不是我們來這邊的最終的目的 我們最終的目的 當然是大家來這邊為了學生 有教室給他讀書 也是要讓當地的 我們以公代正的 我們的朋友鄉親 自己會自力更生來組裝 傳承的過程中 最大的挑戰是語言 匕首畫腳是他們溝通的方式 拿攪一隻... 空筆的就打個 一邊說台語 一邊說菲律賓話 久了 也就幫了 這樣的人就要加一支 老公也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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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這彎彎的不能進去 要這樣 要紙不能這樣 最後他就有默契 跟他嘴巴在講話 他都知道了 這就是可愛的地方 因為凱莎納風災 而認識慈濟的志工李克 是菲律賓團隊的班長 跟著台灣團隊學習 已經五天了 重點是我們要陪著他 陪著他以後跟他打成一片 他覺得做得很高興 從昨天到現在 這幾間大概都是他們自己在做 台灣團隊用心的傳承 菲律賓團隊歡喜學習 雖然語言不通 但是像家人般的默契 心早就貼在一起 感恩感恩 謝謝謝謝 最近的公公OK 高點對 你看看 看他們大家 這個學校就是他們自己的四歲 要是說他們的親身好朋友 大家有一個特治 我們就覺得孩子不來 沒學校人家 就是這樣做出外套 這次出外套會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孩子不作業 對他的學識有差 一個是家庭沒辦法出去做事 要顧小孩 我們如果有夠熟悉 小孩就好像有人去顧 老師去顧 他可以重整家園 或是說我們吃這種拼經節 去到那裡探家 這個是學生有教室 這方面是我們覺得上人 他的眼見盒看得很眼 那天要跟他們抱抱 這個愛沙 其實你在說的時候 他們屬性應該是聽不懂 我看標準 聽不懂 但是有反應 有反應 我有請反應跟他講 最重要要讓他們知道 我們為什麼要來協助他們去這個學校 反應會跟他講 他們每次都會聽到他們就知道 台灣的志工來這裡協助他們 就跟他們好平衡 語言不同 但師伯他們用他們的 就是用身體去做給他們看 對 就是去到說 你看到他們好像可以通耶 但其實他們都不了解彼此說什麼 師伯有看到最可愛的地方 然後他一點是 其實我覺得師伯 他們很棒的地方是 就我們每次要吃點心 我們肚子餓的時候 吃點心啊 或是吃飯的時候 他們那些以公代政的人 他們會默默的離開 因為在菲律賓的傳統 他們可能會覺得 只有就是 要住蟲 對 所以他們會自己離開 可是後來師伯是把他們叫住 一起吃 然後一起享用我們帶來的點心 所以到最後那些以公代政的鄉親 其實後來是可以跟 像師伯講的就打成一片 然後心事比較貼 然後也比較有自信一點 這是我們在場觀察到的 我剛才有說過 這是我們的責任 因為我們金色研發團隊 剩下的 我們沒有說了解說 我們組裝過程是不是很順利 我們回來如果上門之道也比較放心 所以我們去的時候 大家都是戰戰盡心 就是說今年我們要怎麼來帶他的濟工 可以跟他們互動一下 剛才剛才說人別了 從什麼 大家都是不分彼此 就是共同學來做 他們也會很認真發明 為了家鄉 趕緊把這個教學去給好 這是我們覺得很感心的 他們的人 其實聽老師伯這樣說過程 我們也很想看看 我們這一群以公代正的朋友 在大家的帶動之下 會有什麼樣的成效展現出來 慈濟檢疫救世的祖宗團隊 來到通家小學 此刻的任務搭建檢疫教室 你位 你位 你站在那邊 你站在那邊 這邊呢 一個 對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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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楊國英 本身從事重型機具貿易 同時也是慈濟菲律賓分會 營建組的志工 負責大型機具 以及簡易教室的人力調度 昨天那一個會的那一個要跟過來 再找幾個 不是 他現在這個十個是幫忙的 那明天還要會要來學的那些要再過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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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後的大雨沒有停止孩子的學習 撐傘學習 通家小學的孩子比誰多努力 一邊搭建 楊國英也抽空仿式學生 看著陽光灑落 穿透風災損毀的破爛屋頂 楊國英的神情和孩子的笑容 成了明顯對比 我們有看到沒看到 我們都盡量要快的 我們其實就是這樣 就盡量快 現在人都不夠 有的在發放 有的在乙工待證 為了加速進度 檢疫教室啟動乙工待證 5位馬琳拉分會的職工 以及10位以工待證的鄉親共同參與 不要緊張 就這樣 我今天晚上有這麼多交代 你們午餐幾個月 我是一位 你現在要來 我現在要去 我有一個 不容許 我自己在這裡 能不能這麼多 我這樣 一直在這裡 我現在也要來 原本在独鲁湾开三轮摩托车 一天工资六百元 乔治的两个小孩分别就读通家小学 以及通家中学 他清楚地知道 现在所做的事 是为他的孩子 独鲁湾的下一代 校舍要兼顾 心念更加坚定 现在的乔治 每天骑着以前讨生活的摩托车 和朋友一同前往工地 他是简易旧式 在独鲁湾的新种子 移工资政不只提供一份工作 一份薪水 更让当地的受在乡亲 充实自信 和尊严 移工资政就是说灾库嘛 在独鲁湾的移工资政 我们的宅民 他想要去外面打工 我们只要打工 要吃的头 可能也都没有 如果以工资政 第一 他的生活方面 他可以提升 他可以领导薪水 第二 他可以参理 以工资建他的家园 这就是给他的心 感觉他有参理整个家园 还有希望 如果没有 以工资政 他就不用担心 一天再一天 我刚才说的 如果他们在家 吃虚担心 没有这间 有好的家园 如果以工资政 他贪到一些薪水 都没有学建他的家园 后面买一个什么 可以抗体 吃虚担心 重新订他的家园 可以有一个地方 可以安定 可以大 这就是以工资政 会很好的带动 警惠记录的过程里面 事实上也看到 那个乔治 他本来只是想要来赚钱 对不对 对 因为他那时候采访他 就是镜头还没有对着他的时候 他有跟我讲 他说 他其实啊 刚来的前三天 他只想说 赚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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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对 可是后来他发现 怎么有一群人 从台湾过来 然后还这样傻傻 帮他们盖房子 大太阳也盖 下雨天也盖 因为下雨天是否盖 他们也不得不盖 所以 大家都淋雨晒太阳 对 然后后来会发现说 为什么会有一群人 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师伯也有爱杀 然后再加上 其实每一天 那个师伯 其实是把他们当自己人 这样的一起去 交 去带动 所以他后来有感动 我记得我第一天采访他的时候 他的眼睛不看我 也不看翻译师师姑 我想说 为什么他不看我 我就问师姑说 为什么他不看我 然后他就说 因为他们会有自卑感 对 可是到了五天 过了五天之后啊 我发现他可以看到我 很开心的跟我打招呼 然后在采访他的时候 他也是很自然的跟你笑 对 所以那时候我才能想象的出来 为什么 像人要用乙工代证 因为以用乙工代证 除了就是给他们 真的是帮助他们的钱之外 其实还有他们 从事他们的自信 嗯 所以说我们在看 说能够把所有的共同来追 为什么会我们爱这个过程当中 师傅你是怎么跟他们爱什么 为什么他会跟你越来越贴在一起 因为我们就想说他在民嘛 当然他可能会觉得 他希望也没有了 他也没想说台湾 这样子这些人会来这里救 到三天嘛 他根本他想都没有想到 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就是说 这些乡亲 可以让他自信嘛 让他重新站起来嘛 所以我们感觉说 我们不要说 我们今天师傅就跟我们说嘛 我们是花祝福金 我们是要求解他的嘛 以工代证 不是说我们要请他来作心嘛 那是说我们把他 救济给他 希望他把家园整理好嘛 有人说我担我自己的家 还有一个人在那里吃得好 吃得很高兴 所以我们 给我们非兵的生育人 也都在跟他们爱撒嘛 都在用 就是让他们感觉对我们 是一个无隔离 我们的我们的 无痛的问题 我们就跟他道理宝宝 就是我们的卫生师兄嘛 他就跟我们公企业 就跟他加油加油嘛 就是跟他抱抱 就感觉说会比较亲 怎么办呢 对 对那个房子的墙 这个被风吹倒是有可能的 水泥越是很少 有时候都是杀 一点点水泥 这里是杰洛的家 因为海燕台风 他的家全岛 一家十一口 从路上捡回可用的铁片 以及木条 重新整理 就只要一人吗 是的 那是你的書籍嗎 我的書籍 杰洛今年七歲 是通家小學一年級的學生 他在倒塌的房屋與木頭間 找回他的鉛筆 也找到了他的希望 通家小學 原本有三十六間的教室 其中有二十八間 因為海焰颱風而損毀 被大水淹沒的書本 趁著天晴曬乾 貧窮的孩子買不起書 就得跟學校租借 海焰颱風來襲時 正在寫功課的尼克 第一個動作 就是把書與鉛筆放進書包 再將書包帶回房間 盡全力地要保護他的書 好像蠻蠻蠻蠻蠻 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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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因為我沒有離開 你 沒有 沒有 我來這裡 有什麼事 我沒有離開 在通家鎮的通家小學 有百分之六十的學生 因為風災 上學的用品毀於一系 你覺得你的書是哪裡 好 好 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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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得回來的就曬乾 撿不回來的就跟同學一起看 現在他們只要可以上學 坐在教室裡就是最幸福的事 我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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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看的影片 我們剛才看的影片 觸定就是 多一百個 做人 在那裡也做不到 你要閃也閃也閃不下去 所以剛才看的 我們都押了什麼 所以我們也覺得 路後 我們如果可以當工的部分 也放進去 有一個好的環境 教室 我們可以進去學生 我們這位學生 看小孩做好的時候 那些小孩 沒有做 頭一個的時候 你外面就去洗衣 他就去洗衣 他就去洗衣 老師就來講 看起來 有的也覺得說 我們會去學校 哪有可能會去這裡 檢疫教室 一般可能 菲律賓的人 也不再看 還有一些 這麼好的 鋼架 會做的教室 他也會想 會是不是 藏盆型的教室 所以我們那個教室 看起來外面是灰色 看起來 我們剛才看起來 我有感覺 整個很有氣質 現在就是說 我們的教室裡面 還有一個環部 一個磅礡 因為 我們看頭部 剛才有說 看起來 一定會噌水 所以 本來 頭部 是可以說 就地 當地 去把它加高 因為 急迫性 小孩 看他們特質 沒有 所以我們廟 可能 看到電視部 有一些 粉碎 可以边 塑膠 蜆 沒 這種 乙 床 會貼在地 你好 大概 式 aine 因為我們很感恩上人 可以讓我們即興共同參與 可以無論台中的團隊 還是我們監測台北的社區 大家共同參與 可以再組裝 料理 讓學生人的冠軍 讓人們會好 因為我們有實地走去小朋友家 你們看 其實一支籤筆是讓我們很震撼 就是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他一路上 帶著我們回他家 他一直握著他的籤筆 他現在還知道原來他們家只剩下一支 他只剩下一支籤筆 對 然後我也不懂為什麼他們 那麼需要保護他們的書本 因為我們去那邊就是看到 哇 整排在曬書 對 然後 下雨來了他又是 因為也來不及收 因為雨來得很急 來不及是收然後又曬 才知道說其實他們那邊的人 就是我們讀書要去買書 可是那邊的生活品質 是在貧窮線以下嘛 所以他是沒有錢買書 那沒有錢買書怎麼辦 就是要用跟學校租借 那租借你可以租借是很便宜的 可是如果說你只要一損壞 跟一失掉 其實是要賠學校錢的 對 所以我才會知道 原來那邊的小朋友 這麼的愛惜他們的書本 跟鉛筆這樣 所以我們去這個印度 是說我們一個幫他們保護 還有一個教授 是 然後看到他們這個小孩 去讀書這個感覺 是應該很難以形容 對 因為他們 我們剛才有看到 如果沒有讀書的 我們沒有讀書 可能他們都在玩 如果有讀書的 教育通家小學 他們是輪流來讀書的 輪流來讀書 輪流來讀書 或是說這班 驚你沒有討厭 來討厭 是這樣子的 就因為教授 不過如果我們去九間的時候 我們以前 他就用小班 就一班裡面 就計算兩班去討 當然 我們這位回來上來 有告訴說 這樣喔 是不是會比較干擾 但是他們就是 剛剛人家有吃蠻酒 那兩間 到你們討厭 雖然計算一堆 那堆是老師自己請的 計算一堆就是分開 但是在那裡上去 我看第一就是涼 第二就是 這裡上去 有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覺得 我們再來 研究那個 讓我們身體 覺得 我們有一個 成就感 我怕你們 可以來協助 要去就好 其實這孩子很可愛 他們的孩子都很生氣 還不然都很單純 這樣我們來看這些孩子 他們在討厭這個圍面 好 扣上工具包 戴上防曬帽 這是檢疫教室 組中團隊每一天的開始 今天這個任務 要完成兩間的教室 給學校來做一個啟用的動作 教室還沒完成 孩子已經迫不及待洗刷桌椅 幫我拍照 你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我們要拍照 我們要拍照 我叫他 另一頭的學生 走在練唱 你海武漢 武漢和你 本地 超優尼 超優尼 我感激到这首歌 就是一个祝福的祝福 表现我们非常非常感谢 帮助我们的帮助 家就住在学校正后方的校长阿玛丽亚 正在准备午餐感恩志工 她回忆起海燕台风时的景象 我问我怎么怎么这样和我们开始 我真的对了 我看我看过了 我看了睡移着我 我真的对了 我看了我 我看过说了 我真的在年轻老了 我真的在阻挤屁 我真的告诉我 我真的在你一天 我一个孩子 我当他们在那里اس坦 我所有的孩子 我真的在那里面 我所有孩子 在真正的 师长的期待 孩子的盼望 志工的用心 简易就是即将落成 一间简易就是 可以容纳两国班级 父母的希望在孩子 孩子的希望在教育 无形的身教 带给孩子更深远的影响 在我们拍摄的时候 一个女孩拿出口袋里 仅有的两披衣 我做开了 我去看啥银行 hören 唯 notably 看这hwa 那请 的 猀 可以吗 不 Comb 或者 能如果 我不可思议,然后很感动,很感动,我来这边已经,今天是第四天了,第四天天天都跟孩子们互动,他们很有心,一进大门啊,大家都跑出来帮我们拿东西,我们收工的时候,五点收工的时候啊,他们会自动帮我们剪,剪垃圾, 我好感动啊,还有我,我会舍不得离开这里,嗯,会舍不得,对,舍不得的,是在苦难中依然保有一颗纯净的心,简易教室成了孩子安生安心的地方,即使只能读着被大水淹没的破烂书籍,他们甘之如意的神情,让我们相信,菩提种子将在这片大地发芽主动。 我去那里就发觉就是,它的亮度差一点点啦,所以我们现在建设做的很大窗,我早上去看,我们的那个气窗啊,就是改成白色的,窗户,窗户是本来的白色,门的白色,它的亮度就很好,我早上,六点多去看,亮度就好。 自己都好满意这样,所以说我们到时候,我们的缺点就一一要把它调整过来。 我想问一下景慧,那个歌啊,他们是自己想改变,但他们怎么会中文? 老师他写好他们的英文歌词,赶快来问我说,这个要怎么翻成中文?然后我帮他们翻成中文之后,他又问我说,他要怎么念?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用了一个小时的罗马拼音,我教他们就是发音,然后就那整个下午,其实是我们的摄影大哥发现,他说整排的教室都在干,嗯,实际。 对,整排都在练习,就为了下午,教屋,对,然后其实,其实我觉得吼,那些小朋友有一个师伯很大的压力,前一天下午就先把椅子搬出来,早上就开始洗,然后师伯就越坐越紧张,小朋友又要进来了,加走马力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已经要准备让他们进来,也还没有确定时间,然后师伯也还没准备好,他们就已经stand by 拿着那个,乌克莉莉在后边。 我爱你,你爱我,对,然后师伯回去嘛,接下来的教屋也是,小朋友在外面一直等,一直等。 瞪大眼睛好期待,对对对,就希望能够快点进来。 但一旦进来之后,我觉得那个两批熟的那小女孩啊,让我们都觉得,记心疼,然后又觉得很感心啊, 我说,为什么你要给师姑,啊不给我,然后她说,因为她知道穿蓝天白云的都很乖。 她穿戴台制服啦。 所以就是慈继人穿蓝天白云,她觉得是很信赖的。 是,我问她为什么知道要捐钱,因为她有看到别的同学捐钱,那个别的同学是,我们在艾霞的时候, 然后,伟宋师傅有硬硬的拿足头,然后让他们投入一个善念。所以小朋友是学起来的。 对,然后也知道说,诶,穿蓝天白云的都很乖。 很乖。 最后还问你这个问题,说什么我们一直改,一直改,是我们往哪一个方向一直往那个地方把它改到最好? 第一改就是说,善能一直跟我们磁士嘛。 第二就是说,改靠寿司的就是说,我们自己买可以想到我们在大都可以煮嘛。 这个方向,第二就是说,组装容易嘛。 可以说会比较明显的路线那么多。 那是说,像刚才我所说的,气窗的颜色,可能我们调整一点。 里面的亮度比较适中较好。 太阳光不会很大,但是有一点亮度。 如果黑暗天的时候,还留得更多。 这个是我们在那里亲身可以体会到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帮,是让它让它更近,可以组装吗? 是不是减少,刚才我所说的路线嘛。 但是我们就一直想说,菲律宾那里是一个台风很多的地方。 如果我们拿一下,都不用路线去。 那帮人说,它就不能转到它去击风了。 因为我们这个架构,房子很大。 第一,学生在里面,老师在里面,第一要很浅。 不然说,有完的稀罗补书。 所以我们也经过我们师兄的结构嘛。 结构帮我们计算。 我们从整个安全上,我们的选材料上。 我们一一调整,甚至说,安全上,组装方便。 这是我们上能词,是我们一一在调整当中。 大家都用心啦,有心啦。 其实我们也不是很多的。 我们的团队,有这么多人,像台东、野养的团队。 他们也是第一次做完,在哪里组装。 一个星期,前一个星期都是在摸索。 是怎么搞那个基台,更会好、更会准。 第一次在摆基屋就不太好。 都冲好了,它速度就会很快。 这就是大家这样。 用心就是专业。 对啊,用心的专业。 所以跟这一群很乖的志工,一起记录他们的生意。 请问我想你自己也感受到了一些你的心得。 大概五点的时候,他们就起床了。 然后六点准时出发哦。 我们只能早不能晚。 不然就是整车都等我们,就是带一台的团队。 对,所以我们每天都是很紧张。 而且师伯他们是一天比一天早,有一天还是五点四十五分。 我说,师伯不是六点吗? 没有啊,现在就能够出来了。 我们就把东西飞了,赶快上去。 就每天会很紧张。 然后他们几点回来,他们是五点从那个通家收工。 因为通家离独鲁湾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其实是非常颠簸的。 那一整个路程很颠簸。 所以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我到第五天我就撑不住了。 中暑了。 对,真的很。 因为你说中暑了,那太阳大雨大你们去屋檐下壁啊。 没有屋檐都被吹走了。 对,所以那时候我在师伯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我觉得他们的毅力,还有他们一心只想要赶快把教室完成给小朋友的那个使命感,是让我们在旁边几乎是最佩服的。 好像我们大家才有搬人家了。 没有你们这么厉害的这个过程,还有这么厉害的过程,我们就看到没有。 其实也不仅我们自己看到。 很多国外的慈善团的同样也在那里也都看到。 那我想我们透过别人对我们的肯定,也感恩师伯师伯, 记得我们阅务 Sign W lin,请问我们大家一起去 electoral shining参谋。 感恩师伯,感恩师伯,感恩师伯。 相当遇到我们的专ми祖书姆说values特别余生族的好球겼其实每互用的物理已经圈伊蛋了。 databases。 这是很棒哦乐。 是完 merchant的。 在很多大的 migrants渡船的人,在我们时到达 Ost他的 ourselves, 我們现在有点ktor。 比如 嘛 ding han 小 Trick para an equal won anos leader 啊 漂亮 king ない here here easier he become 了 新年 temporary shelter is very good OK lighting 很好的,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它是個好處, 好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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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處。 你好,你會做廣房,特別是非常好處。 我看到很多建築物,藝術,但這是特別的事情, 我會說你,在任何人的行為, 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 所有人的工作人員, 這就是你人們的工作, 就是我想象不到的 原来里面还是那么凉爽 就是很通风 走进去里面 还是跟外面的同事是差不多的